Hello 大家好 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 share 还有subscribe 也别忘了follow我的IG 地责新闻 Honda Civic FL5正式来到马来西亚啦 告诉各位本田混粉丝一个好消息 全新一代Civic FL5来到马来西亚 现在本地的消费者也可以买到这一款车 地表最快的前驱车啦 根据官方的数据 新款FL5还是使用2.0L的VTEC Turbo引擎 匹配6速手排变速箱 你是不是很喜欢手排呢? 影片下方留言给我知道 引擎的马力这一次表现也不错 最大马力有315hp 420Nm 0-100的加速5.5秒 继续可以到时速272 不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一款车在马来西亚是限量发售的 第一批车只只有大概19辆左右 所以真的很喜欢这一款车的朋友 就要赶快到特定的Honda展示厅询问咯 价钱是399,000马币 你们希望我私家这一款泰奥吗? 欢迎留言给我知道 第二则新闻 Tank 300 HEV泰国下限 这一款车已经确定引进本地了 自从Tank 300在中国发布之后 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期待这一款车引进本地市场 现在大家的期望要成真了 因为这一款车目前已经在泰国的工厂下限 而且之前官方也表示这一款车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价格大约是25万令吉左右 Tank 300在外观设计上面是一款硬派的SUV车型 而且车身结构真的是采用非尘载式的设计 所以它真的是有越野能力的 不过这一辆车的外观还有内装设计部分 还是很花心思的 尤其是内装看起来虽然很像Mercedes-Benz的车管 但是真的很好看 它的车载主机和数位画仪表都是12.3寸的设计 而且都是支援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 引擎的部分 坦克300HEV是采用2.0L渦轮混合动力引擎 最大马力300hp 峰值扭力640Nm 匹配九速自排变速箱 重点是越野必备的全14轮驱动也不会少 大家会不会期待这一款车呢? 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来到我们的第三则新闻 Lexus LBX更多细节公布 你会喜欢这一款小型豪华SUV吗? Lexus最近在日本公布了更多 关于LBX这一款小型SUV的消息 如果单单看外观设计 这一款车确实很精致可爱 所以看得出它是主打年轻人的市场哦 而且这一款车的内装设计也是很有质感的 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大尺寸的主机 很多功能就好像冷气控制等等 都是需要通过这个主机来控制 引擎的部分 新车会使用1.5L的混合动力引擎 虽然是三缸引擎 但是原厂表示有加入平衡轴 简单来讲就是不太会有震动的感觉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34hp 0-100加速9.4秒 大家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呢? 根据消息 之前Lexus Malaysia已经在本地 注册了这一款车的商标 所以这一款车是真的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的哦 最后一则新闻 Toyota Velos Hybrid明年6月登场 马来西亚会不会引进呢? 最近印尼媒体有消息指出 印尼还有马来西亚卖的非常好的Velos 将会推出混合动力的版本 并且会在2024年的6月发布 目前的Velos只有一种引擎可以选择 就是1.5L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是104hp 峰值扭力表现138Nm 虽然讲油耗还可以 但是动力表现就普普通通了 所以这个混合动力的版本应该可以解决动力的问题 据说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和Yaris Cross是一样的 可以提供最大马力109hp 而且油耗表现超过每公升20公里 相信很多人会对这个版本很有兴趣 根据印尼媒体的消息 这个版本的Velos会出现在印尼面试 那会不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呢? 我们就暂时不知道 不过之前UMW Toyota说过 以后的每一款车都会有混合动力的版本 所以相信本地的Velos应该也会有哦 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是Miko 我们下期再见 By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